東部起來 很好 有沒有澎湖來的 澎湖的有嗎 海外回來的有嗎 海外回來的有嗎 對哪裡 澎湖喔 海外那不是澎湖的 但是還在哪裡 哪裡 哪個州 哪個州 南部還是南部 哪個地方 還是中間 沒關係隨便講 南北就好了 靠近北部的話 San Francisco那邊還不錯 天氣不錯 南部的話比較熱熱 你還到San Diego那邊更熱熱 墨西哥人就很多 Los Angeles OK 不錯喔 有到上課 有美國回來的 不是只有你 我還有一個朋友 在美國想回來的 有什麼地方告訴我 歡迎啦 我們當然歡迎 我們以前海外 我在美國也住了十幾棟 我在東岸 我在FieldField 很久 我也住了很久 因為在海外 接受完全不同的 系統的教育 之後 看台灣問題 看得清楚 但是 我等一下會說 一個 sad story 不過待會再說 說就是這個 我們現在知道我們的身世 我們現在知道我們的身世 對不對 我剛才前來講了一大段 一大段 我們現在是什麼人 我問大家 現在我們是 找到我們身世是什麼 對啊 你不能講現在是日本喔 不是這個日本喔 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很好 很好 好 上面有人跟我回答說 我的身分 我是台灣人 我說什麼都要我跟他講 台灣人大家都認為 但是他不叫王子 王子就是有這個 國王叫王子 對不對 我們現在恢復是 第一國的市民 那個是身分 我們現在是日本國 我還說不是 他還沒有回到天皇底下 你把天皇的懸置底下 給美國把它成立了國家 那不一樣的概念 OK 下一張 這王子現在撐起來 要怎樣 下一步一下 回到原點 重新出發 回到哪個原點 戰敗那一點 為什麼要回到那一點 過去台灣人在那點裡面 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你只要今天2、2、70年了 為什麼 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們戰敗 如果跟沃克奈娃的人一樣 沃克奈娃那時候 戰敗的時候 去用台三分之一的人口 美軍上去殺了三分之一 結果台灣人沒有 那時候台灣人挖下去 我去中國去了 中國人跟台灣人生 來來做中國人 你現在戰敗也就奇慘 但是你當了中國人 我們就必戰勝國了 結果把人去吃一堂 就全部都去認為說自己是中國人 這樣還要 把你當中國人處理 才會去用林鄭70年 搞不清楚自己是誰就是這樣 你進入資納的系統去了 進入聖過去了 我們戰敗就要戰敗真正的智慧 我們來講 我們是台日本帝國 我如果承認 我是大日本帝國的戰敗真正 他不敢叫你去做兵 因為你是戰敗者 但是你現在都拿中華民國的身份 就表示你是中國人去了 你知道嗎 他叫你去做兵 應該會變成這樣 但是你那時候見識 我是大日本帝國的戰敗者 他不敢對你這樣 美軍要回來之後 如果你是這些人 你如果是資納人 他為什麼要賠錢回來 所以你台灣人 就要 台日本帝國的臣民 就要走出來 你要拿我們的身份證 那時候就是做這件事 不然你沒辦法證明 你是本土台灣人 你憑什麼 現在民進府裡面 沒有資格 所以你拿這個身份證 就證明你是本土台灣人 照這個主意去顧米國 才會顧贏 才會有告贏的好處 才會在你身上享受到 不然你就根本沒有這個身份 你的身份證屬於資納人 你就用那邊的身份證 你知道嗎 好 不講太多 回到那原點 來 下一張 我現在要講得快 我要講得一部分時代 來 再下一個 再下一個好了 再下一個 這個剛剛講過 再下一個 對 講到這個 我就講另外一個 剛才 那邊有新的名詞 是我創的 過去部落跟部落修台 修台一準備做什麼事情 你打贏了 以前為了什麼理由打仗 就是要幫你唱你的水 要唱你的土地 對不對 部落跟部落打仗 打贏了之後 把對方通常都是殺光 為什麼要殺光 怕你還給你換 有一天他的後代又起來報仇 怕你報仇所以要全部殺光 可是久而久之 這些部落也學聰明 我都殺光不對 因為我佔了你的土地以後 我的土地變大了 誰去整理 誰去賺錢 所以他就做一件事情 把你比較聰明 比較厲害的 要把他收拔的那樣 都抬了 村的老老父母給你抬了 我們過一一八 就是我們的台灣人 都叫抬了 村的我們老出來就是這個 老老父母 對不對 我給這種老老父母 給一個名字 因為你就繼續去種田 種菜 攤掉的東西 我時間夠給你抽 水就抽到回來 就好了 你繼續幫我工作 我給這種人的名字叫做 資源回收人 為什麼資源回收 本來是本所要叫做彈條 現在串頭回來拿他做工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資源回收人 不然你就是菁英 叫做台條 不然就是出國不回來了 就是這樣 老的台灣這些土地都是資源回收人 對他不產生傷害 你知道嗎 努力 努力 資源回收 就用資源回收掉 這是高跟的一幅畫 他問了一個很多的問題 是資源回收人不會問的問題 我幫你問 我幫你問 我們從哪裡來 那是什麼 我們往哪裡去 有誰會問這個 我們一槌 我們從哪裡來 現在在做什麼 阿伯要去哪裡 資源回收人不會問這個問題 來 下一張 資源回收人是什麼 就是沒有腦袋的身體 你知道嗎 沒有相中對象的身體 就是資源回收人 他的身體很粗用 可以去做工作 可以吃東西 所以我給他名字 資源回收是什麼 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買東東 資源回收人 總督就把你睡 就抽回英國去 他們每天只要負責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買東東 就是這些事情 結果中國 九七之後把他收回去 所以鄧小平跟他講一句話 舞照跳馬照跑 對不對 就是叫你秩序讓 然後時間出來 最近怎麼樣 他說你要開始唱 中華人民解放軍的歌 大家都起起來 都跳起來 太晚了 太晚了 比較聰明的都跑了 跑到英國 跑到加拿大 移民澳洲 紐西蘭都跑了 對不對 村子沒有競爭力 老在那裡 繼續在那裡生存 因為他可以製造生產 沒錯吧 可是跑掉的還是資源回收人 因為他的思考方式是這樣 所以機關資源回收人 全世界的國家都可以用 因為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他不曉得活著幹什麼 他活的就是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買東東 你知道嗎 那這些人有沒有腦袋 有 他腦袋是什麼 叫做媒體 媒體是資源回收人的腦袋 這樣的腦袋 他的記憶力有多長 媒體多長他就多長 比如說洪仲秋一個月 他就一個月 三聚親一個月就是一個月 高雄那個氣爆一個月就是一個月 一個月之後新聞不報他就忘記了 對不對 媒體有在報導他他會記起來 媒體不報他就不存在 所以誰是他的主子 媒體是他主子 媒體叫他上街抗議 五十萬人起來了 看黃色小鴨 大家都去看黃色小鴨 去看哪一部電影最好看大家去 就是這樣 媒體在操縱這群資源回收人 沒有腦袋 媒體是誰 黨的喉舌 所有的中文媒體是黨的喉舌 你們回去看中文的媒體 你就叫中國的思想很慘 除非你跳脫中文的世界 你才用另外一個世界來看它 我現在不講 你的初級班我不想講太多 下一張 給資源回收人的一首詩 我講到好詩 我這個上次沒有講過 我念 生來為奴隸的人沒有過去沒有未來 沒有史觀也不需要傳承 因為從奴隸眼中看來 他這一生當中實在找不出 有什麼好引以為傲值得紀念的事 沒有計畫也沒有未來 奴隸根本不需要計畫未來 奴隸的未來永遠是掌握在主人的手中 沒有主人同意 連頭都不敢抬起來的奴隸 根本沒有辦法往前看 因為雙手中捧著的那一口飯 就是活下去的理由 所以奴隸們總是告誡他的後代說 想像這個要做什麼 可以效果最實在 聽到嗎 小心如果想把他眼前地上的那一碗收飯拿走 換成桌上一盤龍蝦海鮮開胃菜 加上一瓶法國香檳酒 奴隸會拼著老命衝過來咬斷你那隻施恩惠的手 有意思嗎 就努力啊 我剛才問他不管他過去 現在未來 當下即時享樂 這是他的哲學 這樣知道嗎 下面是聖經故事 就下一次再講 來下一張 當你跟台灣民進入這道理跟人家講的時候 經常人家會回去 徐老師不要講那麼深 我這輩子很簡單 我只追求自由幸福快樂 這句話對不對 認為錯的人請舉手 認為對的人請舉手 大家都認為對 來啦我跟你講 自由幸福快樂是副產品 它不可以是你追求的目標 我跟你講原因 來民進入就是要頭腦再重新想過 你以前以為理所當然的事都不對了 聽我說明原委 有一個醫生 他如果以賺錢為目的的醫生 你敢不敢去看他 不敢嗎 這是什麼醫生 明明一次看好他看三次五次 為了賺夠錢 他是不會幫你醫死 他一樣醫好你 但是花很多次 把你的錢賺到夠為止 但是如果醫生說我要 以最好的服務給我的病人 把他得到最好的醫療治療 因為這樣子 所以去相信他的 給他看會看好的人很多 病人就很多對不對 因為病人很多 所以他賺很多錢 這樣對不對 這樣就對了 這醫生他的目的弄對之後 後續接下來的東西都對 所以自由幸福快樂不應該是你的目標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只要達到這個目標 你什麼手段都可以做嗎 所以這個東西必須要怎樣 我舉個例子 一個女生說看到這個男生 好像可以給我自我幸福快樂 我就嫁給他 過幾個月以後 不對再換一個 這個也不行再換 這樣對嗎 不對 應該是怎麼樣 兩個人嚇害 為了要共創一個一起的未來 努力的便手之處 把這家庭建立起來 到後來以後 爸爸做他該做的事情 媽媽做他該做的事情 小孩子好好念書 晚上的時候媽媽煮一頓豐盛的晚餐 爸爸回來嗎 小孩子回來 大家一起在桌上 享受什麼 自由幸福快樂的感覺 當每一個人把他該有的 主要目標都做好以後 這些副產品 沒有人把這個當作 你的主要目標去追求 那很奇怪 那我跟你講什麼可以給你 馬上就給你有這個 自由幸福快樂的 課藥 課藥馬上給你自由幸福快樂 我相信每個課藥 不自由幸福快樂 他不會去課的 但是他手段不對 他叫做副產品 副產品就是你 你的人生目標設定 對的之後 這些是伴隨而來的東西 但是不可以把副產品 當成目標來追求 那就會出問題 賺錢好不好 沒有錯 可是你的手段不對的時候 是賺錢有錯 所以台灣人過去 三綠線怎麼不對 我可以賣東西就好 我錢賺得到 我管你去死 台灣人過去就是 把這個當目標之後 什麼事 什麼樣的事情都做得出來 現在知道了 重新修正一下 你人生追求的目標 當你的主要目標設定 對了 伴隨而來這個東西 你拿得心安理得 有的人想說 我現在已經住地保了 我已經開了 Bugati的跑車 我已經開Bugati的跑車了 你說這個要做什麼 我跟你說 就算你住豪宅開跑車 你的臉上顯得叫做奴隸 來 下一張 看到沒有 你的階層 你的位階是在這裡 你永遠是被統治階級 所以你五十萬一百萬人上街 沒有用 你不會改變遊戲規則 人家是統治者 所以米蘇丹說 一條舊頭放在那裡 就怎麼做你總統 一個石頭白座 因為他永遠是統治階級 你怎麼抗議都沒有用 媒體叫你做什麼 你永遠是在這個層級 你小孩子送去受奴隸的教育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現在把核心命 揭援的官司 叫你美國 我們要做奴隸 也要做一流的國家 你把我統治好 至少不是支那流亡人 不可以幫你做你的頭 知道嗎 以前是那個中國都不要的系統 進來統治你 現在叫美國直接給我們統治 我們人永遠是在某一種程度 不可能當主人 但是我們可以選擇 你要照合法的範圍 讓我自由 下面不要壓這一層 就是這樣了解 不同的自由度 來 再回到上一個 只有幸福快樂 好 來 再往下走 我想盡快走快一點 好 這個就是大部分的統計 美國即使這麼民主的國家 95%的人都是支援維收人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哭起來 戰爭久了以後 像種族就大部分是支援維收人 因為很多種族在那邊打來打去 大量產生這些沒有效忠對象的人 他們有共同性 就是我們剛才講那個 媒體這個 所以這個圖表裡面 吃飯 睡覺 唱歌 吊遊 買東東 就是支援維收人的特性 大部分人是不關心這個議題 你們來這裡已經是百分之五 精英還有行動者 很少的人 我不期待是多數的人會進來 但是知道這個消息又會有回應 又去行動的人 這就對了 你聽到一樣的東西 為什麼別人不來你們來 就是你們是先行者 革命先行者 不光是這個 你們還是行動派 不僅是行動派 你還是可以分別 有一個英文字叫Discernment 分別是非對錯的能力 聽了以後又聽得懂 夠慢 慢還有執行力 這就是以後我們民政府要 擔任官員需要的特質 你知道嗎 來 下一張 來 再下一張 今天時間不夠 跳過 這也跳過 好了 跳過 所以我今天上課 我要是跟你們講 從時間點上面 拉長我們的史觀 到四萬年 四萬年來看 不要被它說到幾百年裡面 在空間上 從不同的觀點開 讓你們看得清楚 在M174的生存角度 來決定你的觀察角度 來 下一張 用時間點 四萬年對這裡 六萬年 四萬年 一萬年 一六二四年 一六六二年 西班牙荷蘭來 東寧王國 大清帝國 兩百多年 在這邊還不是占台灣 待會我看清楚 大日本帝國後來一次 到這時候美國占你了 OK 下一張 過去 知那人眼中 大清帝國 都台灣人是什麼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返 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不要通地 大家當然也會跟你犯 來 下一張 下一張 你都看過這張 這個是很正常 第二張你不要看過 這是什麼 你知道 我們過去都說 正成說 台灣 電信說 台灣 你的統治範圍 這一塊 是不是很好笑 但是我們的歷史 好像說你很偉大 說在台灣 很簡單 看數字 你當時編列的預算 到底有多少配置 多少的預算 來建設台北 台中高雄 或是台東 沒有 你那一點點預算 沒有多少次 哪有可能去占台灣 你也打不贏 一定人 你的軍隊的編制 也沒有大到那個地步 你的地方也沒有關 都沒有 所以那個構築是變出來 實際上的勢力範圍 是這麼大而已 就像台南副金而已 但是這歷史故事跟你說一大堆 讓你感覺有一個錯覺 說那一張 這邊是荷蘭 大都王國 西班牙 來 下一張 再上一張 我看有沒有熱自然 OK 那時候 在西班牙有一個 熱蘭遮成日誌 你們上網可以去查 這裡只是一個西方國家的貿易公司 對整個台灣的調查非常清楚 都要有什麼產物 有什麼農作 四季什麼 稻米多少價格 山有多高 有多少座山 有多少河流 都可以記錄得非常詳細 這只是一個貿易公司 結果正成功 根本就沒有這些資料 那也不是一個科學化的國家 那像西方國家一個普通的貿易公司 已經把你台灣調查得清清楚楚 你憑什麼說你這樣台灣 你對這個地方都不了解 這樣沒有台灣 所以我過去說 資料人來台灣 還有做幾件事 建神 建廟 求稅 貪污 建神 建廟 求稅 貪污 建神 就是政治中心 建廟 你是宗教中心 都不會給你求錢 求稅 貪污他趁這個機會撈錢 他沒有把錢拿來台灣建設台灣 沒有尊重要在那裡 是掠奪者 他不是擁有者 擁有者 擁有者跟掠奪者不一樣 但是我們在帝國在短時間 50年建設一大堆就是什麼 他不是掠奪者 不是要把你租完拿走的人 他是要把你建設 把你屬於他的一部分 就是你有簽婚約 我剛才說 你只要跟你發生關係那樣 就是不跟你簽婚約 掠奪你的資源走 對你不負責任 台青地方 不管你幾百年都是一樣 他只是適性而已 不然對這個地方 剛好做什麼建設 沒有 待會你看得越來越清楚 下一張 待會你會越看越清楚 我剛才講的事情是怎麼樣 待會我會花時間差不多 我要開始講那個照片 來 我們直接跳照片好了 那個總督的照片 總督 來 我念快一點 你們中間如果學過行政管理的話 注意一下他所做的事情 1895年到1945年 我們的 missing history 我們錯過的歷史 我看給你們看 明治39年1906年第五代總督 左九間左馬太 4月11號到任大政五年 理番4月5年 不是 這是第二張了 第一張 應該回到第一張 這邊前面還有一張 沒有嗎 這個 1895年明治28年 第一代總督華山之際 有沒有 做什麼事情 民政轉 軍政轉民政 你來善後租稅減免預告 有沒有 地方官職 高等法院警察制度 理番制度 醫院設置阿騙制度 教育制度 油門電信實施 定期航路開始 有沒有 做那麼多事情 第二張 1896年29年明治29年 貴太郎 總督臨時法院地追規則實施 正式犯臨時法院 國語學校預備 明治29年 一年一年在你做 乃木西典 一個一個 華山之際 貴太郎 乃木西典 兒育園太郎 那時候後藤新品 在這邊 歐洲新北 明治31年 有沒有 第四代總書 警察私域官養成 機關設置 保甲制度實施 土地水利事業 地級調查 大小租權地方制度 基隆高雄港 主港工程 全島鐵路建設 現在是1898年的事情 然後財政獨立計畫 它預計明治38年完成 阿騙制度 教育學校準備 神社創建 唐業 蠶足廢紙 衛生設置 張腦炎 很多事情 來 下一張 那時候撥款多少錢 來建設台灣都有什麼 你也讓大國 帝國議會去查 開掛這些錢 做多少預算都知道 下一張 再來 明治39年 佐久已經佐馬太 大政四年 大政七年 你看台灣電力 這段中華研究院 松山寮寮院 衛生部 內地農業移民事業開始 大家 台北市街道下水道設置 你看看 這都看 一字同人 同化政策 特別要講田建治郎 來下一張田治郎就位 那時候 黃太子店家要來台灣 有的人嚇破 他說不要來這裡很亂 結果不是 這台灣人嚇破 所以他那時候回給 天王的信裡面 寫說 台灣思想之惡化 蓋系在東京學生辈 就是學生人 台灣人有很多學生去打 比如說 要怎麼說 左派學生去了 在台不過數個人 特擔在多少請社會主義 你怕社會主義 為到危險之程度 一般人民 極其忠實順良 敢示意識 同仁聖恩 絕無危險之 沒有危險 你也可以來 下一張 那時候 台灣人 我跟你講 在日本時代 台灣人的知識 問您 受教育的程度 整個到78% 在短時間裡面 其本人通敵到78% 僅次於日本 整個亞洲國家裡面 僅次於日本 非常先進 那時候台灣人出國留學多少 20萬人 20萬人出國留學 要怕死嗎 這幾個國民都沒問題跟你說 這我現在找出來了 這是他們做的照片 有幾個名人你們都知道 這叫杜聰明 杜聰明 那時候到歐美去留學 這黃曹琴 說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 黃曹琴他們夫婦 你看那時候台灣人穿 比你們在座 現在女生穿得還高級 你看這法國定制服 你看 你們女生會看衣服 你就知道這種cutting 這種項鍊跟這個類似 不是一般的 男生的西裝也是 撅撅撅撅撅的 你看他領子 領口 頭髮 這是以前台灣人 台灣人 台灣人經營是這樣 為什麼台灣人現在變這樣了 來下一張 我再跟你們講 再跟你看 這是歐美留學同學路 以前同學路都走出來 你有沒有看這個過名 鹽水龍 以前去佛羅恩斯 佛羅恩斯去撅撅 鹽水龍 沒有 家媽生以前我真的 你看 Columbia大學念 U of Columbia 有沒有 黃曹琴 美國U of Illinois 有沒有 林獻堂 他去考察 這個還不算念書 對吧 美國各個大學去 我同學路給你拼出來了 1920年 那時候就去留歐美了 台灣人那時候很先進 後來把你促起來 不知道你出國 在旁邊 我們北部那時候就 帝國的水準 是全世界去學習的 結果你看這個 黃曹琴 他去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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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政府外交部 他去討論 黃曹琴會出的台灣人 是有原因的 國民黨叫黃曹琴 他去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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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然也認為他是中國人 為什麼 他去參加南京政府外交部 美國是中國人 台灣人 現在知道 我們把他過去歷史 他在哪裡唸書 加入什麼組織 什麼時候加入 就看到 答案就一目了然 給大家看 來 下一張 好 總督來 幫我看相片 我時間不夠 我要放影片 所以先看相片 日本時代的相片 來 我們一張張走 這以前 1885年 馬接剛到台灣 1885年 1895年 前十年 馬接 馬接就是什麼 馬接 Dr. McKay 就是加拿大人 在Princeton念書 然後那時候傳教來台灣 台灣那時候 剛才在皇后旅館 在這邊 湊床很多 被咬得都睡不著覺 下一張 Dr. McKay 後來台灣四個人 曼水器 把牙 下一張 那時候剛才來 跟我們這裡的人 吃東西一樣 腳翹在醫療上面 來 下一張 他就辦主日學 開始台灣 你看後面還有大清帝國的辯子 還在後面 上主日學 來 再來 西方傳教師來台灣做兩件 主要的事情就是 教育和便宜 所以就是 那時候對當地的人 那時候大清帝國怎麼對台灣做什麼建設 看上面就知道了 下一張 有一陣子 我告訴你 起生 起廟 抽水 貪污 起生 起廟 抽水 貪污 就是做這件事 想要把你圍起來 你要把我來生 來做生理 用錢 換 問貨跟換 來 下一張 那我給你建設什麼 起生 起廟 抽水 貪污 來 下一張 就是這樣 再來 再走 我們走快一點 這個以前淡水 來 再來 一八多少年的淡水 那時候的 起生 起廟 來 再來 再來 這是什麼 這是看有 檳榔西施 阿嬤在賣檳榔 所以我說現在的檳榔灘 我說阿嬤不要用美女來賣檳榔 馬上那個檳榔人口會下降 口腔的就是減少了 就是用這個嘛 最有效的管理方式 不要逼人家不要吃檳榔 那沒效的 叫阿嬤來賣檳榔 看你買賣 沒有興趣 來 下一張 阿嬤吃到嘴裡都紅了 來 西鄉重道 那時候 牡丹色事件的時候照片 下一張 來 一張 那時候 我們的外住民都會出草 就把他頭髮抖起來 日本軍官說不行 來 下一張 這個 北盤川公親王 對澳地 北部一賣台灣那時候 頭髮抖起來不上邊 下一張 這是我們高手抖的時候 被收編之後 你看那所有的 頭髮抖起來日本軍官 後面是勇士 上面都插鐵鼓 鐵鼓上面都掛什麼 人頭 那一顆一顆都是人頭 都人頭 出草就是把他掛起來 掛起來 你們當中好像沒那麼高手抖 我頂到高手抖 我最想知道是什麼事情 下一張 這是他們的部落裡面的歡樂的場面 日本軍官在這裡 小朋友在看大人在跳舞 跳舞在那時候手跳什麼 人頭 婦女在跳舞的時候 抓著人頭在那邊跳舞 慶祝 來 下一張 後來順之後就教你怎麼開槍 教你武器 來 下一張 以前的高手抖這位女生很漂亮 很漂亮 來 再走 後來日本軍官還有各個頭目 都在這裡 你看他們的腳上面都放什麼 腳上都是人頭 兩隻腳中間都人頭 一顆一顆一顆人頭 嚇死了 都人頭 裂 那時候 日本的人 在台灣被裂了差不多三百多顆人頭 半部造的六千幾顆 六千多個 因為時間比較久 來 下一張 所以這件事就要有衛兵看掉 不然就被裂了 來 下一張 這是什麼 那時候學校 因為那時候來教育 教育我們的高手抖 開小學 在小學的遊樂會那時候 衝一個台人 高手抖的人 部落的人就去台 台後你們都殺光 這個小孩子是 日本老師把他藏在那裡 事情之後才叫出來 這是日本老師 這是生還者 其他七層場面的照片 我就不給大家看 這樣就好 生還者 來 再來 受教育之後就不會出現的事情 受文明的教育 就不會隨便砍人頭 下一張 來 就是這樣 部落形勢是比較殘忍 受教育之後就改變了 來 下一張 第八連隊 下一張 那時候就開始讓小孩子畫畫 美的教育 美學的教育 對殖民地不會這樣 下一張 第八連隊一次 下一張 來 再來 在上面下 下一張 那時候有小歐洲之稱 你看 這是第三孤魯的女孩子 以前日本時代 是不是很漂亮 有妻子穿衣服穿著整整齊齊的 你看 每一個面穿 那帝國的 受到帝國的教育 第三孤魯 女高的女孩子 1920幾年的照片 來 走 下一張 你阿嬤那一張 你看 那一張 鐵道Hotel 鐵道旅館 很漂亮嗎 像歐洲一樣 來 下一張 來 我慢慢讓你看 來 再走 也是鐵道旅館 你看 鐵衣女高上洋財客 裁縫客的時候的照片 來 下一張 一陣菲律賓 我們一台市部隊打他們 學生都會接上去遊行 慶祝 來 下一張 圓遊會帶小朋友 老師帶小朋友 下一張 這是什麼 這是哪裡 蛤 不叫中山堂 還叫大公會堂 中山堂是後來 支那人一次幫你訪明 什麼中山 那跟中山什麼關係 那是台北市的市民 每一個人交一戶 把他蓋起來 台北公會堂 所以那時候很現代化 裡面有電器 還有跳舞的場所 還有劇院放電影的地方 來 下一張 來 購賣局 來 再來 這哪裡 台大醫院 看起來好像歐洲 來 下一張 樂隊 軍樂隊 來 下一張 你看 這就是公會堂裡面 你看 桌椅 來 下一張 公會堂外面照片 來 你看 一陣就起來了 1920 來 下一張 三十年 你看他的餐廳 撞球桌 裡面有冷氣 日本實在就是這樣做 你看他的廚房的那個 整規管理方式 很乾淨 我們現在廚房都不做這樣 來 下一張 這叫三山樓 三線路就是有快車道 兩邊慢車道 中間重樹 很漂亮 很漂亮 街道才會漂亮 下一張 這是誰 棒球隊 上面用工業隊 說的是我們的棒球歷史 我們的棒球歷史 我們的棒球歷史 遠到一九十一幾年 台灣的棒球歷史很窄 那時候只是兩個國小 那個時候每個國小都有棒球隊 每個棒球隊的學生都有戴棒球帽 棒球球衣 棒球手套 棒球的制服 有棒子有球 無殘難民那麼可憐 還用棍子打石頭 拜託的 那時候已經有球隊 還有對經理對齊 各個國小互相競賽 全國有全國比賽 都有 對啊 那就是日本人 我們就是日本人 拜託的 來 下一張 下一張 一陣台日本帝國 帝國 一陣做老師也是TA 沒有 這台北市公車 一陣就公車 大家排隊買車票上車 後來難民來的時候我們就搶 一陣就新生活運動 叫大家排隊 日本實在不用這種事情 大家都排隊 自動排隊啊 下一張 台北車站你前身前身 來 還有一張 下一張 走快一點 台北神社 走 超山 旅館 這誰 建宗的學生 以前建宗的學生 這有霸氣 帝國的 來 下一張 這誰 台北市博物館 有人在殖民地會蓋博物館 不會 只有你自己的國名字 我才會蓋博物館 給你受到高等的 受到教育 藝術的教育 博物館的教育 才會花這麼多錢去蓋這種 像歐洲市的博物館 我們的館前路走到外面就是這個博物館 來 下一張 台北市的呢 榮町就是衡陽街附近 來 下一張 這是什麼 總督府頂上去下 下一個 這是以前教育物館 不是現在的照片 以前就是這張照片 下一張 來 再走 一陣另外一個走北投線的 那個更新的車 最新型的 這美國的live magazine上面 拍的台北車站照片 來 下一張 一陣的人穿衣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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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 我們去繩衣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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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穿和服啊 一陣的常常是這樣啊 再來 再走 新公園 來 再來 還有第二次的台北 台北車站 後來才換做現在這個 這是第二次 剛才第一次 來 再走 這是跟梨花街一邊去 來 再走 一陣的你看 我們的大學生 理工科的學生很臭不遠 穿那個 來 再走 到咖啡店裡面喝咖啡 抽菸 外套這樣披起來 裝帥 再走 這是什麼 台北公會堂裡面辦國標舞比賽 國標舞啊 就是日本老子來家做評審 大家合照 你看我們阿公 1920年生前大家衣服這樣 水準很高 不會黑白穿衣服 拜託 這個衣服都穿著 男生你看 什麼樣的特別鞋子 搭配什麼樣的襪子 我們真的真的退步 退步到很多 真的讓難民打出來就是難民的水準 大日本帝國就帝國的水準 連現在都還跟不上 來 下一張 我還會給你們看很多照片 來 再走 打什麼球就要穿什麼球衣 沒有什麼用內衣打球的 來 再往前走 來 再往前走 這是苗栗的那時候 那時候大家開始 那時候很早以前 到處推行有幼稚園 幼稚園 幼稚園 這個是什麼所在 竹東 竹東一個小鎮裡面有幼稚園 我現在不是給你們看大廚 我也要說小地方 就已經有幼稚園 幼稚園老師 你看 跟我們的年齡 穿這件衣服 幼稚園 來 再走 新竹車站 來 再來 台中公園 那時候就有這個 來 再走 那時候軍官下來 來 再走 台中 綠川 多漂亮 更是小京都之稱 來 再走 台中市 你看街道的規劃 以前起山起山 完全不一樣 這是現代化的都市規劃 你看街道是什麼 棋盤式街道 來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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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皇陛下來台灣一陣 有各國軍官陪同一起來 天皇陛下來 來 再來 台中市大政丁 台中市議所 來 再走 台中賣香蕉 那時候賣香蕉的人穿什麼 你看 很鐵絲的 不會把兵人穿底褲 穿錢袋 沒有的 你看 穿這樣 來 再走 那時候大家走 來 山順 台中 來 再走 來 再走 這都是台灣人 你看那時候我們的街道 神社 好像在日本 結果這是台灣 來 再走 來 再走 台中神社 台中的神社 來 再走 台中的神社 來 小孩子出來 你看 再走 看 可愛 再走 來 再走 來 再走 台中州廳 走 走 台中車站 來 走 來 再走 來 再按 再走 再走 來 豐原家政 走到豐原 來 再走 再走 我要說 劉鳳政府來一直在講偏遠地區 什麼台東偏遠地區 花蓮沒有 在台日本地區裡面 沒有所謂的偏遠地區 每一個時候都照顧到 才這麼小的島 怎麼有偏遠地區 只有中國生的人在想 離開東歐城都是偏遠地區 才不照顧到 可惡 什麼偏遠地區 來 嘉南大俊 起功了當天 來 再往前走 再走 阿里山神木 加農 來 再走 來 再走 嘉利市榮町 再走 嘉義 現在走 嘉義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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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們看 這是彰化水源地 一種色來水 再走 再走 台南 台南旅中 畢業的照片 請要乾淨 我們時間不夠 我們放影片 來 台生 麻煩你準備影片 南京台灣 來 我們看看 光看照片不夠 我們看影片 來 直接開始播 電燈關一下 我們看 1895年 台灣歸屬我國 拿官條約簽訂之後 此生已經40年的時候 拍了影片 同年6月14日,鹿巴山海軍大使是第一代的総督 在台北上 同17日,時的鴻尾師団長 他在街上 北白河宮、吉他新農殿下的五大人 高中生 高中生 自來四十一世曹,今日的絕爛文化台灣生了 開嶺前的台灣 台灣被清朝政府當中話外荒地 台灣居民是話外之民 大清帝國為主 改立之後 要變成帝國臣民 不敢,請殺高中女生 高中學生 從落後的騎俠騎馬總鑽都必爛 你看多少個小房子 這時候總的五全面 可以注意一下路燈,那時候全部電氣化,全部都有路燈 而且台灣最豐富的文化 就是政治的都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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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明記44年8月 那時候發生著霈台ос 爹這個技巧 本人有具體夷,大清帝國馬cept可以阻止 Kurt 重新魔潔 都市界建設 台北市一駿的所謂的霞來 台北周廳 完全另外一個形態 待會有對照組 你看 台灣軍的樹林坡 就是 中文字幕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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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靖邮政局 面秘的台灣電信電力公司 總督官邸 總督府一北 空派 今叫總督府一北 開場都市有機械あるごとに 在来の旧式な建物から 近代的文化建築に移つつありますが 特に台北市の文化様式には 著しい変化があらわれております しかも一般に 台湾の文化様式の都市は 主要街道が放射線 主要街道放射線或旗盤線 都市計劃 この銀車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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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銀車分道は 尊重人の表現 この銀車分道は尊重人の表現 この銀車分道は尊重人の表現 月落後の国家は 人車分道 人車分道 台北北北京 3連駢 他がない車 後は entrりして liebn車 エクシー 後はバス という車 人力車大変賃金が安いので盛んに利用されております また台湾には騒音を立てて走る あの不愉快な電車はありませんので 自然に静かな快適な街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富裕原生 明治橋 明治橋了 水橋叫万斤去疾 疾病了 台湾神社は台北の極端にそびえている 台北公会堂 博物館 日本帝国要花多少錢去建築物 拜託 やってみてみてください 台北放送局 每天有2種語言發音 台北と日記 日記 每天放送 植物園 帝国規格 帝国大学 帝国医院 帝国職業 台湾人的身材都不太好 一種流行 對 Q&A 日本也是 大船 あので leading major 大船 大船 帝国的影響が出る 人が太多見ました でも 本島人の商業区域 所以日本人能走盡量走 慢慢把它推過去 你看開始起床起床 你有看 異國城市的起床 你看這個都知道了 你看廟啊 你看裡面人的臉手不太好看 好像拔腳 你看 綁腳一個人 這個人的臉也有看得出來 我聽到台北市裡面有幾個區 有一區就是維持到過去 中國英雄很親密的地方 給個溫泉 給個溫泉 看到復酒場 我待會來看 現在還有一些古蹟在那邊 大家可以去看 保留一點點 淡水高的復酒場 一陣子在帕國路浮 珍珠那麽明珠也在創新 帝國才會這樣享受啊 1920年阿公阿嬤一直這樣去 新店 現在是全台灣都一塊喔 沒有偏遠地區 我待會看 我們以後注意一下 路燈 路燈 路燈就是一個現代化都市 該有的 1920年 每個城市都有路燈 路燈就是電信要配到那個地方才可以 你看以前我們怎麼製作茶葉 你看 電器化 不是 機械化 自動化設備 1923年就是這樣做茶葉 你看生產線 乾乾淨淨 這是帝國的做事情 這是自動化設備 是不是 我們現在又輸贏了 是不是 難民難民不知道這頭是現在的衝想 帝國在做什麼 破壞 破壞 日本人是在電信 我們不要再講那個 差太遠 台中 小禁度之稱 故事規劃 沒有那個概念 完全沒有 你看路燈多少 每一個街道都可以看 喔 那個 有一個假的例子不能欺騙我們 喔 影片都出來 可以看得清淨出去 來到這個系統去 台中公園一舉的先 要發電 怎麼配電 哪裡發電 台灣電力公司 總共24萬千萬 這是現代國家做的事情 你看那時候就有高壓配電線管 全台灣各地在配線 這叫做規模 你可以做這個 電線配到不同城市去使用 不得了 喔 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 來 來 來 全島鐵路在很短的時間就完成了 老早期 就不能遭遇 你百貨 百貨公司就覺得 霸會公司 好久 這邊可以稍微跳過 木材的部分 稍微跳過 OK好 這邊嘉義 好 來這邊可以跳過 嘉義 阿呆蘭 再跳一下 來再跳一下 OK這邊是唐 台灣的唐業 在日本是在從來 本來唐業事業 而是總督的時候 就是第二任 第三任總督的時候 你看他工廠的蓋房 非常有規矩 你們有從事這方面 你就知道工廠怎麼去配置 下面是鐵路 真是 真是 涙ぐましいものがあります 世界における 台湾唐業の地位は キューバ、インド、ジャバの次で 第四位に進んでおります そうして我が国 唐業の中心 すなわち 主産地は言うまでもなく この台湾でありますから 台湾は 大いに花が高いわけであります 国の文化の程度は 砂糖の消費率 すなわち一人当たり どのくらい砂糖を舐めるかということで わかる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 でありますから 文明人の皆様方は どしどし砂糖を召し上が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もの であります 你看 次は北米合衆国人 農業根座 1930年 日本人はどうかというと 世界大戦前までは 1人当たり5キロに過ぎなかったのが 今日では文化の程度も進み 砂糖を原料とする 製菓、煉乳、缶詰めその他の工業が発達し 消費高も戦前の2倍以上に増加して 1人当たり13キロ 日本の砂糖消費高は ここ10年間に平均70万ピクルずつ増加してまいりましたが その上に気候が熱帯であるがために 衣類も多くいら それぞれの気候が熱帯であるがために それぞれの雰囲気をしても そろくをしてもっぱら人権貯蓄一方でありますから 内地の百姓に比べると台湾の農夫が 豊やましいほど有利な立場にあるわけであります 工場に送られてまいり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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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看人家工廠好像是現在在蓋的日本工廠 1920年起床 你們學過工業工程的人就知道怎麼配置貢獻 來再往前跳一點 你看他實驗室穿著 烏山頭有加南大駿 大駿 1930年四月駿工 三五坦取水池 再往前跳一點 你看 三年輪作是在日本時代做起來 進場就這樣 到高雄了 高雄車站 你看那時候的港口是這樣運東西的 有沒有看到 一陣子的高雄車 高雄槓起來 高雄槓起來 來這邊再跳一下 好這邊可以 你看這個工廠的 蓋的方法 沒有亂七八糟 整整齊齊的工廠 沿的河 不是收稿稿稿稿稿稿稿 在兩分鐘 影片就結束了 在兩分鐘 都沒有想要 看不見 過程 台灣 是 南方開發 國際使命 追考機構 方 新的 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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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 每天固定有班機飛來飛去 傳奇什麼都有 我們高雄中的 有大學生、有專科、畢業學生、有警察、有老師 我們也是日本人 叫我們壞人 高殺主 以後我們就尊重我們的高殺主 好 我們今天到這邊 下課 我們來看 呦 感谢观看